每个男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散发出不同的魅力 20岁青春无敌,30岁有些老成的滋味 而过了40岁,往往成了别人口中的中年油腻大叔 其实不然,男人若是做好几件事,魅力依旧不减当年 变心是本能,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男人过了40岁,做好三世,会有女人主动青睐你 40岁以后,许多人还没有结婚,往往是因为自身的条件不优秀 产生爱情,靠的是吸引力 如果男人能把自身塑造得成熟稳重,有担当,有能力 更容易得到更多女人的青睐 男人过了40岁,做好三件事 就会有女人抢着嫁 一,努力赚钱,增加含金量 男人 40岁如果还没有结婚,那就拼尽全力,努力去赚钱 男人有能力实现财务自由,有思想,有魄力 在自己选择的领域可以平稳发展 男人这样的状态,也会给身边女人很大的安全感 就算其他条件差一点,颜值不高,形体不够标准 但是如果自身拥有赚钱的能力,更容易得到女人的青睐 如若40岁,男人依然浑浑噩噩,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没有足够强的实力,无法有更好的经济条件 又怎么能让女人放心托付终身 许多女人更看重的是男人赚钱的实力 只有男人足够强大,才能给予女人更高质量的生活 谈恋爱,其实和物质条件是无法分割的 一个男人,如果能在事业上有所小成 代表着他的综合实力也不会太差 男人有事业心,女人觉得日子会更加有笨头 当男人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的时候 会让两个人之后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二,提升说话的技巧,保持幽默感 婚姻,其实就是两个人相处 一日三餐四季,年年岁岁轮回 彼此都要相守在一起 有很多女人,并不在乎男人的钱财,地位 但是她在乎男人的灵魂是否有趣 彼此在一起是否聊得来 所以,作为男人,如果你到了40岁的年龄 还没有结婚,请提升说话的技巧 让自己说话保持幽默感 如果男人不懂得如何表现自己 往往就会和真爱擦肩而过 不会有更深的缘分 当一个男人很会说话 就能带给女人平凡的生活中很多亮色 会说话的男人 总是能观察到女人的心思 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知道什么时候得学会闭嘴 男人,提升自己说话的技巧 学会表达爱,表达自我,以及表达内在的学识 只有表达,你才能将自己更好地展现在女人的面前 爱情的产生往往就是从学会表达开始的 三,人品正直,与人为善 男人在择偶时,女人其实也在选择他心仪的男人 女人在考察男人时,更在意男人的人品 更在意他做人的方式 所以,如果男人四十岁还没有结婚 那就努力,树立良好的人品 保持善良的初心 在这世界上,有一部分女人 独立,坚强,对待爱情有着比较高层次的理解和追求 她不在意世俗的一些东西 也不怕男人的条件稍差一些 但是,女人要的是一颗纯粹的心 男人要专情,忠诚,善良,人品没有任何瑕疵 看似要求不高,其实已经是最高要求 男人,四十岁以后,请踏踏实实做人,与人为善 四十岁以后,学会把人做好 为自己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 在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爱情时 男人请洁身自好,宁缺无滥 私生活简单,乐观,善良,有同情心 女人会情不自禁地被男人身上这种闪光点所吸引 会在这样的男人身上找到安全感和归属感 四十岁以后,当男人好好做人,与人为善 那么,他自身的良好品格,会吸引到女人的注意力 赢得他们的芳心 总的来说,当爱情没有青睐你时 男人请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 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 同时,学会说话 学会好好做人 人生路上,有时爱情来得晚一点 但不要自我放弃 而是要在爱情没有来临时,不断打磨自己 如此,当真爱来临时 你才有资本抓住幸福 才有能力给予心爱的女人一个明媚的未来 二,中年男人懂得四个技巧 能唤醒对妻子的吸引力 婚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大多数夫妻很难一直保持着以前恋爱的亲密状态 会随着结婚时间变长 而导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生疏起来 甚至让两个人在生活当中感觉不到快乐 而如果夫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 就会导致彼此对婚姻的信心越来越低 最终也许可能造成婚姻危机 所以夫妻在结婚多年之后 就应该想一些办法来改善 只有如此才能够获得幸福 尤其是对于中年夫妻来说 两个人在生活当中不再像以前那么恩爱了 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出现了一丝的变化 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采取一些方式 就有可能让两个人形同陌路 那么中年夫妻该如何才能够让彼此像以前那么恩爱呢 其实并不需要太特殊的方法 两个人应该从彼此的吸引力着手 只要让两个人重新吸引到对方 夫妻也就能够重新恩爱起来 所以中年男人在生活当中应该懂得四个技巧 通过这些行为来提升对妻子的吸引力 让自己和妻子像以前那么恩爱 在后面的生活当中 中年男人也就能够和自己的妻子白头到老了 一 像年轻时候一样重视外表形象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 他们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在青年时期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外表形象 每天都会打扮得非常帅气 可是在中年时期 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了 其实很多中年男人在生活当中不修蝙蝠 平常的时候也不爱洗头刮胡子 甚至是不经常去换衣服 而这样的一种状态就给人一种邋遢的感觉 甚至可能让自己的妻子特别嫌弃 而这样的中年男人在生活当中 就无法吸引到自己的妻子 反倒会让自己的妻子越来越厌烦自己 在后面的生活当中 中年男人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淡 甚至可能导致离婚 因此中年男人要想唤醒对妻子的吸引力 就需要像年轻时候一样来重视外表形象 让自己能够像年轻时候那样帅气 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就能够吸引到妻子 二 开始管理自己的情绪 一部分中年男人之所以会失去对妻子的吸引力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待妻子的方式不太正确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对自己的妻子发脾气 这样的一种行为会让妻子很寒心 也就会导致婚姻出现问题 虽然生活当中的事情确实让人心烦 有的时候确实会让人情绪激动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管理自己的情绪 不能让情绪来控制自己 否则会让自己伤害自己身边的亲人 作为一个中年男人来说 在生活当中就应该管理自己的情绪 平常的时候不要经常对妻子发脾气 更不能对自己的妻子大打出手 通过这样的一种改善 能够让自己的妻子刮目相看 当男人管理自己的情绪之后 就能够和妻子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 在生活当中能够有一种温情 而这样的一种男人也会散发出一种魅力 进而就能够吸引到自己的妻子了 三 像以前恋爱时候一样浪漫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夫妻两个人每天在生活当中 都重复着前一天的生活 回到家之后都各做各的事情 两个人除非有必要 否则根本不会和对方说话 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 如果夫妻两个人处于这种生活状态当中 不仅是两个人没办法感受到快乐 甚至是彼此对婚姻的信心也会逐渐被消磨 最终也就不得不离婚了 这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要得到解决才行 中年男人改善这种状态的方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要像以前恋爱的时候一样浪漫 要制造一些情趣 只有如此才能够让自己的妻子感觉到开心快乐 让彼此的生活能够充满着欢声笑语 同时男人的这些行为也能够唤醒对妻子的吸引力 让自己的妻子重新对婚姻燃起信心 在后面的生活当中 男人一方面能够和自己的妻子享受快乐的生活 另一方面也能够让两个人拥有一个好的未来 4.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 现实生活中 一部分中年男人之所以对自己的妻子没有吸引力了 甚至是让自己的妻子很厌烦 原因就在于这一部分男人有着不好的生活习惯 而这个行为就让妻子特别不满意 就像一部分男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良嗜好 并且这些习惯非常严重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就会让自己的妻子特别厌烦 会让两个人之间的争吵增多 同时也会降低自己的魅力 而如果中年男人一直保持着这种生活习惯 就会让自己的妻子越来越失望 最终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远了 在后面的生活当中 中年男人和妻子之间就很难有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中年男人要想唤醒对妻子的吸引力 就需要改掉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要让自己变得健康完美起来 只有如此才能够在妻子的眼中有一个好的印象 从而能够慢慢吸引到妻子 总的来说 婚姻的幸福需要夫妻两个人的共同努力 这种努力不仅是体现在情感和生活方面 还体现在自己的吸引力方面 两个人都拥有着对彼此的吸引力 才能够让两个人在生活当中亲密无间 而夫妻两个人要想保持对彼此的长久吸引力 就需要在漫长的婚姻当中一直有着好的习惯 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要让自己的各个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这样才能够达到目标 中年男人可以通过上述的四个行为 来唤醒对妻子的吸引力 让自己重新吸引到妻子的目光 这样一来就能够和自己的妻子变得亲密了 让两个人的生活充满浪漫和激情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